嗯 大家好 我是 邱琳的温泉慧泉 邱琳这是网络上有名的表情包 还是就是我身边比较流行的 我也好奇就是 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 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变换 再说 首先请挑战三十条美声版作 介绍和中国的客丹们打个招呼 三十条美声 哈 嗯 大家好 我是 邱琳的温泉慧泉 很高兴这一次通过 美声 美声和你们打招呼 然后我来自中国深圳 不知道的也好 知道的也好 从天才开始 听完这个版本 你就知道 我叫温泉慧泉 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请欢迎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的两首新单曲 乌鸦和记冒号登机口 乌鸦这首歌 这首歌呢 其实我在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就已经有特别大的感触了 说的是就是其实 现实社会中 就这个世界上 就是人和人之间或多或少 就是都会有一些差异 只要摘下你的有色眼镜 去好好的去了解这个人 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都有他自己就是内在的那一份独特的美 还有一点就是 我想要让大家相信自己 不要去在意身边的人的眼光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存在 所以接纳自己的那一份独特 你也你会成为就是心目中最棒的那个人 寂寞号登机口这首歌呢 就首先是寂寞号还有曾几口 就是两个词其实就是有代表着 虚幻还有现实的一个那个转换的一个东西 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 还是在那个不存在的某个时空 可能就是有着那个自己心目中的那一份白月光 一是就是希望大家能珍惜现在 还有一点就是就算过去了 也不要太多的去那个遗憾什么的 毕竟那也是曾经你心目中一份美好的回忆 寂寞号登机口这首歌呢就是得 首先非常感谢一家阳老师 就是没有一家阳老师也不会有那么美好 那么有寓意的歌词 然后还要感谢帕克老师也会就是在歌曲上面 还有编曲就是还有编曲上面就是给了非常多的意见 还有就是这两位老师都非常非常感谢他们 我对话其实 其实就是经常没有就是不会特别满足于自己的东西 可能每次都是六分吧 打六分的原因是因为不想太低 然后要让自己时刻保持自信 不高于六分的原因就是因为 让自己时刻记住就是你还需要提升 还需要更加美这种 单曲准备过程的TMI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像那个寂寞号登机口 在那个选歌的时候 就跟帕克老师其实有商量了特别多的东西 因为不只寂寞号登机口这一首歌 然后就听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歌曲 通过帕克老师的意见 还有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选定了寂寞号登机口这首歌 还有在那个一家阳老师写词之前 就是一家阳老师就是希望先跟我会议 我个人就是这么感觉的嘛 老师他是希望就是从我的口中能听出一些 就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真实故事 然后通过那个东西写出来的歌词 就是会更有灵魂一些 所以在会议的时候也跟一家阳老师 就是有聊非常非常多 就是有意思的东西 听后还会有新的歌曲抗战吗 想要挑战什么类型的歌曲呢 呃 Kobo的话 我喜欢的歌非常非常多 因为现在为止 Kobo或者是自己出的单曲 其实都是偏向于抒情类型的 帕克老师的那种舞台的歌曲 其实还没有过多的去展现过 所以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对尝试一下的 最近有发觉到新的个人机吗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这个难道我了 新的个人机 睡觉睡得特别快 三个个人机 啊 连夜饭 连夜饭的话 现在选一道的话 我有点怀念就是 自己家里面就是 灌的那个蜡肠 因为妈妈了我在那边 就是特别喜欢吃蜡蜡蜂 所以就是蜡肠 就是还会带有那个麻辣的那种味道 特别特别好吃 更新下厨那个VLOVE的话 就是觉得应该会挺有意思的 因为 就是我挺想尝试一下就是 排那种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 就是怎么去在国外去制作中国料理 还有就是在国外的中国料理店的那个 料理和国内有什么区别 像这些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 然后除了那个萝卜丼牛肉 其实我自己会那个 不好意思啊 想到那个有点 最近的话 那就是比较忙嘛 可能更多的都是 各种花样的去做螺蛳粉 比如像螺蛳粉啊 炒螺蛳粉啊 把螺蛳粉和滋热火火结合一下 一起煮啊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生 加酸版的 各种加肉版的 加辣版的 各位就是无聊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去野外生存挑战 只可以带走一种食物的话 会显得螺蛳粉还是自热火锅 为什么呢 自热火锅吧 要是在那种情况下的话 毕竟就是生火什么的都是问题嘛 因为以前我们拍过综艺就是 我们不是专家 就是生个火都已经花了 六七个小时才能把火生起来 情况不好 没有材料 可能还生不起来 那还不如就是带自热火锅 就是打开就能吃那种 就是现在这个时刻 就是我比较想的有两种 一种就是那种 像是比较青春的啊 就是什么像是高中大学 到那个 再到那个都市生活那种 就是有一个人 就是我没有经历过的 那一段人生经历的那种 就是电视剧 还有一种就是 古装 因为小时候其实也拍过就是那个 古装片那种武打戏什么的 以前学武术也是因为想去拍 更多的那种演示作品才去学的吧 相信现在就是 有武术技术有舞蹈技术 再去拍那种武打片的话 会能有更大的更多的那个空间 可以让我去展现 对 先说愿望吧 愿望的话当然是希望就是 因为现在情况比较特殊嘛 就是希望能快点快点好起来 就是 就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 比一切都这么重要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目标的话就是 有好几个吧 就是比如说像 生活上面也是像现在一样开开心心的 然后 音乐上面的话 像现在一样就是 年初的时候就能把这样的音乐作品带给你们 然后 希望今年就是 就是 生下的日子里面就是能有更多不一样的 音乐作品 以及舞台 还有 带给你们看 有影视上面的话 有时间的话 就是有机会的话 就是非常愿意 就是 影视作品电视剧电影嘛 毕竟也是我从小就是 当 歌手之前的职业 毕竟 从小一直是演员嘛 然后 重新回到演员的那个身份的时候 然后 我也好奇就是 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 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变换 就是这是我的几个小目标 可以分别用普通话和粤语 给大家做上新年之途吗 呃 普通话 祝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然后以为的话 祝大家三年快乐 万事 下课了 祝大家三年快乐 好开心心 吃多一点 大家喜欢吃 耶耶 万事如意 太久没说了 需要你从B到5个数字 还有A到B到5个数 做选 那我选 你选4号吧 4号对应的是帅气 那么A到B你认识吗 A到E吗 A B C D D吧 就是B对应的是美声版 所以需要你帅气的用美声版 唱你的新歌 啊 晓宝 我 它是 既然我 一滑 zinho 不 但我 女歌甜蜜 不要动我的干嘛 啊对 我需要唱一首乌鸦 乌鸦 嗯 你太晚悔 独现出爱 是梅黑 即使不长嘴 拖欠犹如杂氏醉 催伤悲伤 与世为白费 费白泪却被归类 在街上独自摆坏 莫生大群也飞飞 要你来新自华原网络上很有名的六个表情包 你确定这是网络上有名的表情包 还是就是我身边比较流行的 第一个 我的小 我的小可爱在吗 我把这个当电话 然后第二个是 咋全是我小时候的 然后第二个是 哇 唉 委屈和开心 然后委屈到现在 看一看 开心 结束 让你按照以下场景的提示 我把场景变成录制三段 甜蜜的事情 厨房看多边 一边吃螺丝粉一边申请告白 你以后愿意和我一起吃螺丝粉吗 闻到这个味没有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螺丝粉 知道螺丝粉的精髓是什么吗 酸笋 酸笋的那股酸臭味 能传很久的风味 就像我的爱 以后你愿意跟我一起吃螺丝粉 第二个谈 公司加班中 一边处理文件 一边申请告白 爱你打听人 加油打听人 喂喂喂 对 就是那个 三号那个文件 不是不是三号 那个 五号那个文件 就是 有两点意见要提 然后最后就是 最后就是零点的时候 就是希望这个520 就是能像我的 告白一样 就是 给你带去我的爱意 加油打听人 爱你摸摸的 爱你摸摸的 熬夜学习中 一边柔柔犯困的眼睛 一边申请告白 不要探熬夜 早点休息喵喵喵 就 学习固然重要 但是其实你也很重要 爱你 爱你 学习下一个 秒秒 QQ音乐 让生活充满音乐 大家好 我是Seventeen的 文俊辉俊 聆听我的音乐故事 就在月见大牌 月见大牌 文俊辉特辑 近期精彩上线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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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